7月14日,ASPA接受BuzzFeed采访,并参加了BFF测试,以确定他们彼此的了解程度。 Karina,Vinter,Gissel和宁宁,被问了几个问题。 最先举手的人回答,如果第一个答案是错误的,其他人有机会说出正确答案,并获得积分。 BuzzFeed向ASPA询问,他们在休息期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。 Karina提到Gissel时说,回到家,你就看视频,吃东西。 如果你觉得无聊,你就会打电话。 如果还是觉得无聊,那你会去逛街。 Karina随后对着Vinter说道,你回到家后,会先打个盹,然后去洗手间再睡一觉。 起来玩手机,如果觉得无聊,就去三个步,听听音乐。 最后Karina看着宁宁说,回到家后,你会睡得很晚才行。 要么整天待在房间里,要么吃河粉。 然后你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,或者一个人去购物。 然后你会问大家,你在做什么,最后回去房间躺下。 Karina精准的描述,让成员们大吃一惊。 并纷纷表示,这绝对是真的。 而且描述非常详细。 网友们也对Karina完全震惊,并纷纷表示,Karina对他们的活动描述得非常完整。 她真正关注团队的每一个细节,是最好的领导者。 爱豆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,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